咱们上几课看了说expression是什么东西 以及它和funk这种普通的围图有什么区别 咱们已经知道了说expression它就是一个树状的结构 结点然后左树右树这样一个结构 而且上几课咱们也在visualstudio里边通过这样一个调试的方式 看过了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咱们在visualstudio里边来调试查看这样一个表达式书的结构 还是看的不是那么清晰 因此因为后续咱们为什么要清楚的看到一个表达式书的结构 因为后续咱们去写一个自定义去写表达式的时候 有时候去需要观察一下咱们写好表达式书测试完一个结构 咱们才能够手动的帮助咱们手动的能够来编写这样的表达式书 因此咱们需要掌握这种查看表达式结构的这样一个方法 很显然咱们上节课讲那种在visualstudio里边那样 查看left read的方式看起来太麻烦了 ok 因此这几课咱们来看看怎么样的更简单的来查看表达式书的一个结构 有一个开源项目叫做expression tree visualizer 这叫做表达式书可视化器这样一个软件啊 用这个非常的方便 它提供了一个visualstudio插件 那么直接把visualstudio插件装上 那么咱们就可以在visualstudio里边来用的时候来可视化的来查看语法处结构 但是在这我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插件对于你的visualstudio的版本 包括你自己安装都比较麻烦的 在这我只给他演示一下 因为当时我用donate call5这个版本的时候 那么就装起来就遇到一堆的问题 后来把这个项目降低到donate call3.1才行 因为这个这个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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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izer这个其实叫做debug visualizer这是属于visualstudio插件开发这个东西啊 大家如果说以前接触过visualstudio插件开发 你会知道啊 那个东西非常的恶心 对于版本各方面要求非常的高啊 因此呢 呃我在这几课我弄的时候有可能弄不起来实在搞不定的话 我给大家去直接去讲咱们怎么通过代码来查看这些结构 所以这个只给大家去演示一种用法实在搞不定的话 你别说我演砸了 我就知道这可能会演砸了 包括说即使说我上课我这么操作没问题 你到那去搞的时候很可能就用不起来一直报错 如果这样的话你没必要在这纠结了 因为这个这个我就知道我都有可能演砸 你们更有可能演砸 因此只要知道这种东西就可以了 后来能用就用不能用 直接看我讲的这个更靠谱这种用法 先来搞一搞这个 这个大家到去网上去搜这个expression tree realizer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官网 这是github这个官网 那么在这儿呢 你看他他这说了 你看他特别好啊 他这个一个预览到real studio里边 你用他来看这样一个表达式数的话 可以清晰的看到他表达式数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根底点 然后参数什么body 这样的结果看起来非常清晰是吧 不用咱们在real studio里边一个节点 一个点 节点去展开了 而且在这儿呢 可以看到一种圆满的形式 来看到这样一个表达式数的一个结构 就看起来更加的清晰 看到了吧 你看他有一个这个动图的一个显示 每一部分对于对应于咱们这样一个圆满的一部分 他列的都非常清楚 你看非常的傻瓜话的 这样一个表达式数的一个查看器 你看甚至可以把咱们表达式数 在所谓的叫做反向成一个类似于原代码的这样一个结构 OK 咱们怎么把它用起来呢 installation安装方式是吧 首先进入这个project release page 把它的这个包下载下来 你看因为他这给的只有这个VS2019 VS2017 而我现在用的是 怎么还卡着 那个哥们 而我现在是用这个VS2022 现在暂时用这个preview预览版 因为现在正式版还没发呢 可能你们学的时候已经发这个VS2022这个预览版了 但现在我用的时候还是这个 已经发正式版了 现在我用的还是预览版了 OK 所以他就根本就没有预览版的这个 这这提供的这个软件 所以我在这不见得能够跑起来 我只是 试一下 碰过运气 好吧 实在搞不定 咱们直接看最后有一种更靠谱的用法 通过代码来查看 那么怎么用呢 先把这个2019把它下载下来 找一个最接近版本吧 2019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按block的这部 先 先unblock unblock的话就先把它 解压 怎么unblock呢 他这说的很清楚 在dll这 点右键 一个一个了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还好 因为有的 下载下来之后 他会提示说 你这个文件 这个有可能有安全风险 你需要unblock一下 是吧 这我这没有 那无所谓了 你如果有的话 你就看着他这个说明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这些文件 解压到这个 对应的文件夹底下 怎么解压呢 他这也说的很清楚了 直接解压到 这个叫做 Copy Debugger Site dll 这还挺麻烦的 首先把这个 realizer 算了 太麻烦 不管他 你想玩的话 你自己玩一玩 玩玩崩了的话 你就自己超着文档 这个太麻烦了 还得考到这个id里边 还得考到这个程序 这里边 太麻烦了 我不去看到了 直接看 最后一种更靠谱的用法 直接new get 安装expression tree to stream 这个包 OK 我这人就是 自己劝自己 别这么麻烦 OK 直接装 expression tree 这个包 你看他这应该 有这个包 这个地址 new get 他在这没有说 但其实是有这个包的 就叫做expression tree to stream 搜一下 expression tree to stream 这个包 这个包 就是他这个调试器 用的核心 就是这个包 咱就直接用它了 咱不用它的插件 就是它这个插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这个包 我直接用它 把它装到咱们的这个项目里边来 唯一 需要注意就是把它装到咱们项目里边 装一下 然后的话呢 在这儿 你通过这个一点 to stream 咱们表达是他提供的一个扩展方法 to stream 在这儿传的参数 谢谢不要麻烦 object notation 然后c sharp 第一个参数叫object notation 第二个叫参数 c sharp 咱也不管它干啥的 反正这么用就行了 在这儿 在这儿 1.2 to stream 第一个参数叫做object notation 第二个参数是c sharp 在这儿 因为它是一个扩展方法 咱们的using the expression tree to stream 因为它是定义在这里边的表达式数的扩展方法 它不是咱们的本来expression这个类型的一个方法 它是由这个包提供的一个expression tree的expression的一个扩展方法 OK 咱们第一个参数传object notation 第二个传c sharp 就可以不用管它干啥的 咱们在这儿运行一下 下面咱先给它注视一下 用不到 咱们直接看这样一个表达式数的结构 看到了吧 展开咱们看看 整个一个表达式数 它是以这个c sharp语法来描述的 然后object notation呢 其实是一种接近于咱们后续通过代码来构建这样一个表达式数 就是说后续咱不再是通过写c sharp代码形式这样来动态来静态的写一个表达式数了 后续咱们可以通过程序动态的来构建一个表达式数 如果说咱们通过程序动态的来构建这样一个表达式数 咱们怎么构建呢 那么语法基本上就和它这写这个一样 OK 所以它这是一个c sharp语法的 咱们动态构建这个表达式数的一种相似的一个语法 那么在这呢 它这有一个参数 就是说这个表达式数 它首先包含一个参数 你看parameter expression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你看是一个book类型的 然后的话呢 它的参数名字是b 然后接下来下边这个主要的是这个表达式数的一个整个结构 整体这是一个表达式数 然后呢 它的根结点 因为它是外层是一个lambda来这个包围的 根结点是一个lambda 这个parameter 它代表这个参数 整个一个lambda是 它是有一个参数b 然后那个这个lambda的体呢 它是一个binary expression 叫做一个二 叫做一个不叫二元 二元 二元那个一个表达式 二元表达式 二元表达式有左右 那么这个二元表达式的节点类型是叫做greater than 大于对不对 然后左是一个member expression member expression 叫做这个访问成员的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的5的一个过程 这是编译器给它们完成的 但咱们在这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编译器给它们完成这个过程 是吧 把这个整数的5转换成这个double的5给咱们放在这了 编译器已经帮咱们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了啊 OK 所以这样一个greater than这个节点 它的左节点就是这样一个成员访问 右节点是一个常量 然后这个成员访问呢 它就是一个对于b这个表达式要访问它的price OK这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看到了吧 通过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清晰了呀 这个表达式的结构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了吧 以后咱们要想通过代码来构建这样一个表达式数的话 那看这个参考基本上可以写个八九不离十 那么咱们再看看一二它的这样一个结构 你看一二它有两个参数 是吧 B1是一个parameter expression B2也是一个parameter expression 是吧 两个参数啊 一个叫做B一个叫做B2 然后整个的位达式呢 它也是个lambda 然后有两个参数 看到了吧 parameters两个参数 它的体 那么是一个也是一个binary expression 是一个二元运算数 二元运算数它是一个加法 加法的左侧是一个对于B1的parameter 这个访问 右侧呢是对B2这个parameter 这个访问 看到了吧 所以说通过咱们这样一个expression tree to string这个包 能够更简单的来查看这个表达式数的结构 而且它的执行结果可以帮咱们更加简单的来生成 通过代码来生成表达式数的这样一个东西 OK大家可能已经听了比较迷糊了 但是你只要记住咱们装上这个包 是吧装上这个包 然后对于咱们的表达式数 对咱们表达式这个对象 这样to string 传这两个参数 当然这个to string的扩展方法是在这个包底下的 是在这个namespace底下的 是吧 传好这两个参数之后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非常傻瓜化的一个表达式数的一个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让咱们看那个表达式数看起来更加的 这个方便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我前面讲那堆什么这个binary expression什么什么长量什么左右 你都不懂 你只要知道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几步 就可以看到一个接近原代码的一个构建表达式数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这节课的目的你也就达成了 ok